玩, 還有玩, 再玩 我最終也在這裡和同學一起玩游泳遊戲 我其實很希望我們的小朋友 真真正正享受到學習 享受學習自不然會特別用心 也可以得益最大 大家好, 這裡是我們學校地球遊室 我經常小熟都來這裡玩 有時還教下蓮包玩 大家看見我們的同學玩得很開心 絕對不是他們不用上課 只不過在我們學校 我們在上午的時候 已經安排了大部分的常規課程 下午吃完飯, 他們就可以各式其式 真真正正做到一個多元的學習活動 有了卓遊這個遊戲之後 可以舒緩壓力 不會穿著在學習上 就可以把學習的心情暫時放在一邊 就可以去桌遊那裡玩一下 桌遊也幫了我很大… 又結識了很多朋友 玩遊戲的過程 我會問他們這個怎樣玩 他們就會教我們怎樣玩 就不會變得這麼小膽 大膽了 最感觸的是其中有一些同學 原本他很喜歡玩電子遊戲機 但接觸了桌上遊戲之後 他就參與得很多 原本比較靜的他 都可以四周約同學 一起去玩桌上遊戲 就變成一個群體的活動 我們的學習不是單純玩 在玩裡面 我們一定要放入一個課程 就是說在玩裡面是學習 這個才是我自己最理想的一個境界 我覺得小學推行遊戲教學 就讓我學了很多東西 當我表演的時候 就知道怎樣去表達我的想法 在小學一個遊戲裡面 要通過群體合作去答過一些問題 就可以訓練我的領導才能 如果我覺得沒有這個遊戲教學 老師就這樣跟我說 就這樣寫筆記的話 就會覺得很悶 我大覺了的夢想 就是開一間桌遊店 不僅可以看到人們開心 就可以看到他們沒有那麼多壓力 可以經常來這裡玩 每一個學校的團隊 都有它特色的地方 如果將他們的喜好 放在小朋友的學習上 我想是相得益章 而小朋友學得用心 我們下一代會學不同的東西 都會更加順利成章 介紹社員 未來 RCN 只降我 不是 프로 earthquakes 而且從大城� ville 從大間攻擊 chama 的 台灣時像 都沒有 。